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我给您讲一个日本的纪录片 横冰玛丽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在二战期间 强征了大约40万名的亚洲女性 充当日军的慰安妇 但显为人知的是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 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默许下 日本还招募了大约7万名本国的女性 也就是日本女人 来充当美军的慰安妇 今天我想跟您分享的是 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日本纪录片 一部纪录了曾当过美军慰安妇的 83岁的妓女玛丽的生活的故事 横冰玛丽 横冰玛丽这部纪录片很特别 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主角出现的时间不到五分钟 或许把它称为一部客观的纪录片 也有失偏颇 因为在影片大部分的篇幅里 女主角玛丽只是横冰街头的一个传说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 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 有人说她是83岁还在站街的妓女 有人说她是日本战后为国牺牲的慰安妇 能够证明玛丽真实存在过的 只有几张年代久远的照片 以及很少的影像资料 照片上横冰玛丽穿着一袭雪白的宫廷长裙 脸上涂着浓浓的白粉 浓得我们几乎看不清她的真面目 她的背勾搂着 胸却挺得很有精神 影像里 风烛残年的玛丽 拖着全部的家当 缓缓地走在横冰的街头 直到1995年 玛丽在横冰街头失踪 从此鸟无音讯 而这部影片所做的 就是用影像还原这位神秘的横冰玛丽的故事 说起这个故事 还要从二战结束开始说 1945年的时候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 很快几万名美军就进驻了日本 这让刚刚经历过战败 满目苍疑的人们极度的恐慌 战败以后的日本 日本的人民 日本的政府 担忧妇女遭到暴行凌辱 被列为烈等的国民 因为他们曾经这样对待过其他的国家 所以为了保全皇族贵族公卿上层妇女的 贞操和日本人的纯重的血统 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对策 招募民间女子为进驻的美军提供慰安服务 用一部分日本女性的肉体去换来绝大部分日本妇女的安全 这个预算只需要5000日元 听起来特别划算 然而这也成为了当今日本政府最不愿提起的一页历史 当时这个日本政府的机构叫做特殊慰安设施协会 简称RIA 那么作为日本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 被日本人称为国家麦春机关 他们很快就张贴了招募的广告 征新女性 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 包吃住包服装高收入 限18到25岁的女性 在连男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战后 这样的招聘广告是非常吸引人的 日本的慰安机构通过广告招募 让许多普通家庭的年轻女子变成了慰安妇 全盛时期 日本全国各地大约有7万名从业人员 也就是慰安妇 专门为美国大兵提供慰安服务 而玛丽就是其中的一员 为了活着 24岁的玛丽在失去父亲以后 拖着一个空荡荡的行李箱 独自一人来到横滨讨生活 但玛丽并不知道这一则广告 是要她究竟做什么 她理所当然的认为国家单位是正当招聘 却不知道这才是她人生悲剧的刚刚开始 日本政府用在战争中对待东亚其他国家的手段 对待自己的妇女同胞 让他们用肉体和眼泪毫无尊严的为国家还债 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些风月场所性并横行 所以美军司令部以公然脉淫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为理由 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的慰安所 于是这些服务于美国大兵的慰安所被关闭了 但是这些七万名的慰安女带着满身的苍蝇和病痛 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他们怎么谋生呢 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继续从事色情行业 他们站在美军经过的街道两边 嘴上抹着廉价的口红 搔手弄姿 那个时候的玛丽呢 美丽优雅 很受美军欢迎 她会弹钢琴 会画画 写的一首好字 还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 不同于其他的妓女 她的气质优雅而高贵 走路永远抬着头 穿着西式的洋装 画着精致的装 比起妓女打扮得更像一个贵族小姐 所以人们都叫她横兵女郎皇后陛下 后来呢 大家就都叫她横兵玛丽了 那么1954年啊 33岁的玛丽和一位驻日本的美军军官就相爱了 玛丽跟着军官来到了横须祸 可是不久呢 那位美国军官就被部队啊 调回美国了 美国军官答应她啊 说她一定会回来 并且送给她一枚翡翠戒指作为信物 那么之后的40年 玛丽就为了军官的这一句话 我一定会回来 她就留在了横兵 玛丽戴着那一枚翡翠的戒指 穿着羊裙 涂着细致的白粉 走在横兵的每一个街头 她说 这里的海港是全日本最有可能与她相遇的地方 她要用最有尊严最美的一面迎接她的军官的归来 但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1995年直到玛丽在横兵消失 她都没有等到那位军官 横兵玛丽要活下去 可80岁的老妓女 有谁会找她买春呢 曾经的皇后陛下渐渐的年老色衰 背也驮得很厉害 但她依然努力的挺着胸 依旧每天画着夸张的妆容 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刚傲气质 拖着全部的行李走在横兵的街道上 她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做出改变 而是坚守在自己的世界里 和自己的记忆 以及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一起活在过去 于是她成了横兵这个城市的异类 没有人愿意用她用过的东西 人们对这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老妓女 避而不及 甚至因为奇装异服 她曾经被警察逮捕过22次 在美容院里 如果她去过 其他的顾客就会对老板说 如果她还来这里做头发 我们就不来了 所以理发店的老板 只好怀着歉意对玛丽说 哎呀真不好意思 今后您不能再到我这儿来了 玛丽知道原因 她很平静地鞠了一个躬 有些失望地问 真的不可以了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她没有埋怨也没有抗议 只是遗憾地说 是这样 那好吧 然后她就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但好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温暖 多余寒冷 除了偶尔去一些场馆 唱歌 换一点零钱来生活 她每天都会在一个固定的街角游荡 累了就在一栋大厦里休息 那里有一把别人送给她的破椅子 上面用中文写着 我爱你 晚上她就睡在这把椅子上 将行李包垫在脚下 作为一个极度自尊的人 即使身无分文 她也从不接受施舍 想帮助她的人 只能每次把钱装在红包里 递过去的时候要说 玛丽小姐 请拿去买一些花袋吧 她才会收下 但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 玛丽都会记在心里 她会用自己的本名 给帮助她的人写明信片 会给大厦的经理送小礼物 她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对帮助自己的人的感谢 漂泊一生的横滨玛丽 也想有一个家 1991年玛丽唱歌的时候 遇见了已经身快癌症晚期的 同性恋歌手袁次郎 袁次郎说 看见玛丽就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二战以后的日本男性劳动力 大量的缺失 很多日本妇女靠从事最卑微的职业 来支撑起家庭的重担 其中就包括了袁次郎的母亲 袁次郎曾经憎恨母亲几次赶嫁 对着母亲骂她是娼气 后来当袁次郎明白母亲为了养活她和家里其他几个孩子的苦衷时 母亲已经去世了 于是袁次郎把对母亲的愧疚转为对横滨玛丽的照顾 他们相互扶持着生活 袁次郎像照顾妈妈一样的照顾横滨玛丽 直到1995年 玛丽彻底的在横滨消失了 她生无可恋的回了老家 对于玛丽的突然消失 当地人才开始意识到 她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要是横滨玛丽还在就好了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谈论其他 为什么她总是化着浓浓的妆 穿着白色的长裙和高跟鞋 好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神秘传说 令人惊喜的是 在玛丽回乡后的第六年 袁次郎带着摄像机 带着摄制组找到了她 那个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的袁次郎 专程去到玛丽所在的敬老院 在台上唱起了她常唱的那一首 My Way 而已经卸了妆 变成普通老人的玛丽 在台下微笑着听袁次郎唱歌 她每唱一句 玛丽都会点一次头 唱完歌的袁次郎带着玛丽 说说笑笑欢快地消失在了镜头里 这就是影片的最后 这部影片并不想展现玛丽一生的苦难 只是想记录真实 一种被很多人遗忘的真实历史 电影中的袁次郎和玛丽 他们的一生更像是战后日本的缩影 2004年袁次郎因病去世 玛丽也在第二年 也就是2005年离开了人世 他们原本拉钩约好要一起活到100岁 战争的无情 应在每一个经历过人的人的身上 当我们回顾历史 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我们不知道在那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活下来的人 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在继续地活着 他们痛过爱过 受人能演过 也饱含热泪过 他们是时代的见证者 他们也是逐渐被遗忘的一群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真切切地活过 才撑起了这个摇摇晃晃的人间 好了 今天的生活故事会就讲到这儿了 如果您爱听 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